10月9日,郭文贵先生直播爆料,一位华盛顿的朋友告诉他,马云现在很惨,全家已被中共绑架。 前高盛的某位成员跟郭先生的华盛顿朋友说,你知道郭文贵有多牛吗? 全世界连自己作为马云的合作伙伴都不知道马云有什么下场。 郭文贵先生竟然在两三年前就能告诉全世界,马云已经失去自由了,他的公司有没了。 马云现在全家都被押成肉票,连家里人用的手机都是共产党安全部配备的。 在马云坐着自己上亿欧元的游艇去西班牙的时候,这位朋友认为,郭先生说马云被控制是瞎说的。 那时候的马云还好好的,而且还见了这位朋友,而且对旁边很多人都很友好。 这位朋友还问马云,郭先生说的是否属实。 马云摇头说是造谣。 后来,马云回到了北京,随即被阿里巴巴的董事会正式免去职务。 随后,该嫌高盛成员提出要见马云。 阿里巴巴新出任的一位董事告诉他说,你还要见马云? 你想见马云? 你先想清楚,你要是赶出去讲有关马云的任何事情,你的补偿金就没了。 你别以为自己是前高盛的人,你什么都不是。 马云已经没自由了。 马云犯下的罪杀十次头都不为过,非法经营,扰乱国家金融秩序,内外勾结,影响国家安全。 马云在银行外经营的资产高达几十万亿人民币。 现在我们给你们这帮人留面子,不给你们留面子,你们就得在监狱里待一辈子。 这个人听后傻眼了,最后逃命而归。 后来,他见了郭先生华盛顿的朋友说,原来郭先生说的都是对的。 爆料,革命不想证明任何事情,证明谁说的是对的,因为这不管用。 但是,这件事跟美国的调查法案有关。 马云在海外的钱都是替中共盗国贼洗的钱,当美国的调查法案出台的时候,会把这一切调查得清清楚楚。